第2851章首页 王滕哥 我看你很厉害 你都是如何修炼的呀 能不能娇娇我 公主一脸好奇地看着王滕 王滕被公主这语调弄得没控制 助打了一个恶寒 直接喊我名字即可 就是普通修炼 我相信你也可以的 皇家珍惜药材数不胜数 想必不用我说什么 王滕默默远离了公主一些位置 公主也注意到了王滕这举动 没有多说什么 若是王滕是个登徒子之类的 不管他多么厉害 自己都是不会让他靠近自己的 你谦虚了 对了 能不能跟我讲讲你数年前 怎么想的要到去 无极先公和少公家族的宝库呢 这个大家其实都很好奇 看在我们帮你们的份上 能说说吗 公主兴趣盎然 这件事情不只是她 包括其他人都很好奇 在他们的眼中 无极先公好心收留王滕他们 谁知道反被盗取宝库 少公家族跟无极先公相聚那般远 也让他们得逞了 他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既忌惮又好奇 王滕见周围的其他皇家人 都默默竖起耳朵 想听这件八卦之事 加上他们一路上都没有让他们出手 王滕想了一下 便让林峰上前 对着公主歉意笑笑 我嘴笨 说不出来 让我这位兄弟跟你详细描述吧 说完 就将林峰往公主身边推了一下 林峰对于这样的事情轻车数路 这个版本他都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了 横讲述讲他都可以的 公主见王滕这般也就没有要求什么 专注听林峰讲故事 林峰故事讲得不错 大家都被他们的惊险经历吸引了 王滕松了一口气 被着手听林峰讲述以前的事情 也得亏林峰口才不错 王滕 你很优秀 真的不考虑加入我们皇家吗 这时恩年走到王滕的身边 笑容和矮道 他是真的很看重这名少年 年纪轻轻心态实力都了得 前途无量啊 王滕神情漠然 眼神中并未丝毫的动摇 多谢台爱 我们在仙界已经有师们 所以来到暗喻中从未想过要加入哪个帮派 所以不好意思 对于真和矮还是假和善 王滕还是能够区分出来 所以对恩年的询问 王滕还是委婉回答 他能够从恩年的嘴里听到对晚辈的滕西 这也是王滕并不排斥恩年的靠近的原因 恩年 他都已经这样说了 你就死心吧 坎西在一边听着他们的对话 没有忍住 嘲笑地对着恩年说 这王滕虽然现在看着人畜无害 但是人家可是不会轻易臣服的 毕竟从这青年人眼中 能够看到熊熊的野心 去去去 我跟王滕小兄弟聊天 你不爱听就别听 老拆和我们干什么 恩年一脸无奈地催促和坎西离开 坎西被催得紧 不耐道 真当我稀罕 见坎西离开 恩年有些抱歉地对着王滕笑着说 不好意思啊 我跟坎西经常有观点对不上 所以他老是喜欢跟我对着干 他对你没有多大的恶意 王滕只是笑笑 对于恩年他还有些好脸色 对于坎西他是一点好脸色都没有 他可以从坎西眼中看过许多次对他的瞧不上 他又不是受虐体制 人家都瞧不上他 他干嘛要靠近 恩年并未接着这个话题 我们邀请你们一起还有一个原因 想必你们也知道这次秘境并不是单纯的年轻一辈 各个家族都派了家族中的长者前往 我也不清楚其他家族派人的实力 我们很欣赏你们 也对你们没有恶意 加上你的实力可以对付许多人 所以不要有心理负担 我们都是各取所需 我们保护你们 你们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我们就行了 恩年说的确实是他们的打算 尤其在王腾一个人牵制住两家四位长老之后 这个想法更加坚定 所以之前才会那么冒犯 明白 王腾语调并没有过多的变化 因为恩年说的没错 如果其他家族的长老都联合来对付他们 王腾也吃不消 那么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进入轮回征戒 但是这不是王腾想要的结果 虽然不清楚公主是什么打算 但是他们也算是各取所需 跟着皇家 其他家族的人肯定要忌惮许多 不会轻易动手 所以他们算是比较安全的 也不用钱去对付凶兽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可真逗 那无极先公的人太过分了吧 这么明目张胆的 活该 前方传来笑声 短暂的时间 林峰已经跟公主熟络了起来 王腾无奈摇头 年轻人果然有朝气 我还有些好奇 你们是如何确定这里面有你们想要的东西 王腾他很是好奇 在秘境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暗喻中就已经开始传秘境中有宝物 吸引了暗喻中的所有人的视线 他们就不怕这个秘境不是他们想的那个秘境 根本就没有宝物吗 恩年笑呵呵道 这是所有推演出来的结果 结果导向所致 王腾听到这样的回答 就知道是恩年在打太极 内心嘀咕 老狐狸 只会让你知道他们想让你知道的事情 不过王腾并不生气 因为他已经知道缘由 加上有皇家人带路 省了他们好些时间和力气 一行人说说笑笑 顺便解决凶兽 很快就到了目的地附近 天空渐渐黑了 于是他们便决定休整一晚再出发 公子 待会你休息 守夜我来 到无痕终于找到王腾空闲的时候 靠近王腾 野外的夜晚是最不安全的 需要人轮流守夜 防止意外发生 请 后半夜我来 王腾也不废话 靠在树上就开始闭目养神 王腾 帐篷给你搭好了 你下来睡呀 公主站在王腾的树下 有些不理解王腾的行为 骑士们熟练的搭好公主和长老们的帐篷后 又被公主要求给王腾他们搭帐篷 他们虽然内心有些不情愿 但是公主的吩咐还是照做 帐篷搭好了 王腾跑到树上去睡了 还让公主亲自去请 简直粗鲁 一点教养都没有 第2852章猜测 多谢公主的好意 我还是更加习惯这里 王腾委婉拒绝公主的好意 对于公主的来意都不是很清楚 他可不想跟公主走太近 还是跟一群大老爷们比较正常 公主也不强求 虽然刚跟王腾他们熟悉 也是能揣摩出王腾的个性的 他不是一个任人左右的人 公主见劝不动 就带人离开了 这边的小插曲 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王腾选择了一个舒适的姿势 闭上眼睛 放松着 这里有几大长老 还有那么多的守卫 是安全的 王腾并不担心出什么事情 他可以完全放松身心 到无痕躺在另外一棵树上 望着寂寥的天空 开始捋一些事情 他们跟皇家走的时候 许狗曾偷偷凑到他旁边 告诉他 他们在洞穴中找到的东西 不过并没有太多的宝物 只是有一张地图之类的 他们本来想着出来跟着地图走的 但是被皇家要求一起走 他们就没有将地图拿出来 只是在别人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时候 许狗将地图给了到无痕 他们本来是打算给王腾看的 但是王腾一直被大家围住 尤其是被那个公主一直盯着 什么举动都瞒不过他们 于是他们只告诉给了道无痕 道无痕知道了就相当于王腾知道了 此刻的道无痕脑海中出现了那幅地图 哪出有什么凶兽 有多少宝物都是一清二楚的 看九头蛇常年躲在山洞中就能够猜到 他们逃到秘境中的这群凶兽 进来之后没有人类的威胁 肯定都不愿受陷于别人的不过从地图上来看 他们朝着的方位是东北方位 如果地图上没错的话 那边显示有一头凶猛的龙 就是不知道经过数年的演变 这些凶兽有没有进阶修炼 像之前王腾对付的那头九头蛇 因为躲藏在地下 家之爱冬眠 机会修为都没有怎么提升 讲到这里 道无痕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眼眸一转 有些明白皇家人的意思了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前方的凶兽多危险 但是多一个人能者就多一份保障 所以他们才会软硬兼施想让王腾加入 就是不知道他们都知不知道前方是一头凶猛的龙 看来的找个时间告诉给王腾 好让王腾提前有个心理准备 当然这些是不能告诉给那群人的 若是他们知道有地图 肯定会不管弄什么手段 都要是要地图的 讲什么 气息都有些乱 王腾双手枕在脑后 闭目眼神 仿佛放开的话不是他说出口一般 公子 吞金兽怎么样了 道无痕见几名士兵注意到他们这边的动静 惬意的问着他们都知道的事情 王腾倾笑一声 看来是真的有什么事情 吞金兽的情况道无痕都是跟自己一起去看的 所以没有理由不知道吞金兽的情况 想来道无痕现在的情况不能将他想的事情说出来 想到这里 王腾叹息了一下 果然还是自己人一块比较方便一些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根本就不需要这般达雅迷 情况好转了许多 想来过不了多久就会醒来 王腾慢悠悠睁开眼睛 看了远处帐篷一眼 手一抬 一道结界束在王腾和道无痕的面前 士兵看王腾跟道无痕 他们的动作还是跟之前一样 王腾已经睡着了 道无痕睁着眼睛看着天空 于是就没有怎么注意这边了 道无痕来到王腾的旁边 没有说话 只是将地图递给王腾之后 就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王腾有些意外的看着手中的地图 看来这九头蛇还是做了一件好事啊 居然将这些都弄在一张地图上了 想来九头蛇当时已经察觉到了什么 于是绘画出美头凶兽的所在位置 防止数年之后自己忘记 然后不小心招惹到他们 不过九头蛇没有这个机会了 这张地图便宜了他们 王腾将地图丢进轮回真界 他已经将地图记熟了 想来林峰他们也都记住了地图 那么现在这张图已经没有太大的用处 他手指移动 结界消失 王腾恢复自然 继续闭着眼睛休息 啊啊啊 有蛇 密密麻麻 好多 怎么会有这么多蛇 公子 公子 你们快下来 无痕凶 双引号点双引号 后半夜的时候 人群中开始喧闹了起来 开始慌乱了起来 等他们稳定神色之后 立马升空 远离这片地 王腾伸着懒腰 打了一个哈欠 随手一旦 身后靠近王腾的几条蛇就被弹飞 怎么回事 王腾睁开眼睛看清楚了 突然一下子涌现出这么多 有些不正常 道无痕随手打掉几个 跟着王腾找大部队会合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一眨眼的功夫 道无痕耸肩 这些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王腾 你们没事吧 公主有些焦急的准备上前 被长老们给拉住了 他们都是情急的情况下出来的 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些狼狈 多谢公主关心 无事 王腾冷淡道 他去金会神看着下方 已经被蛇群占据 想来帐篷什么的都只能舍弃了 长老们怎么看 王腾抬眼看长老们 想知道长老们都是怎么想的 恩年长老仔细观察了一番 摇头 不知 住渣之地我们都勘察过的 不会有这些东西 但是它就是横空冒出来的 有些古怪 有什么好古怪的 要么人为 要么就是凶兽搞出来的 可是此处没有凶兽的气息 那么就只能是人为了 凯西满不在乎道 眼神确实看向王腾一伙人 摆明就是质疑是王腾他们所为 不过凯西就是眼神家言语 也没有明说 王腾一伙人还不能生气 生气就是心虚 当务之急是要找到源头 不然不管到哪都会冒出来的 公主有些厌恶到 鬼知道他但是看到这些恶心的东西的时候 差点吓死了 第2853章无差别攻击 公主先稍作休息 我等去周围看看情况 公主的亲卫对着公主说道 然后带着几人去边缘地带巡查 既然已经肯定是人为了 但这事的人跑不远的 公主见他们去查原因了 安慰地看着王腾 你们放心 找到罪魁祸首一定要给他好看 凯西爷爷也是着急了些 所以才会如此 你们别放在心上 王腾淡定摇头 这事跟他们又没有什么关系 之前的有叛徒还说不准是他们中间人干的 现在叛徒都没有了 那么就只能是外人了 公主 别想这些了 赶紧休息一会儿 看见这么多脏东西 眼睛都要没有 凯西现在可不管王腾他们 急忙对公主道 他们千娇万重长大的公主 怎么能看到这些恶心的东西呢 凯西爷爷 没关系的 只是刚才被吓到了 现在我都没啥事情 大家都一样的 双引号点双引号 两人 一个人哄 一个人无味 王腾耸了耸肩膀 看了一下王腾便没有了顾忌 朝着外围飞去 东西处理掉 要么就离开这里 最省事省力的办法就是离开这里 但是离开这里 他们得先知道缘由 若是下次别人还用这招 他们只能被动 这么想着 王腾靠近了边缘地带 跟巡视第一士兵撞上 士兵连忙对王腾表示近年 王腾就知晓找到人了 他们没有打草惊蛇而已 王腾落在两人的身边 用眼神询问 两人压低声音对王腾道 前面有两大家族的人在 看标志只知道有少公家族 另外一个家族不清楚 士兵用眼神暗暗指责王腾 这应该算是破案了吧 有少公家族 跟王腾他们肯定脱不了干系 毕竟整个暗喻都知道 王腾得罪过少公家族和无极先公呢 王腾耸肩表示无辜 声音压低道 搞清楚 我们距离这里可是很远呢 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存在 根本就是无差别攻击吗 王腾表示这锅他不备 本来就是 若是少公家族之人靠近 坎西那几位长老会不知道 分明就是无差别攻击 管你是哪个 只要在里面就逃不掉 走 士兵笑笑 准备回去赴命 王腾摆摆手 表示自己还在听了一会儿 士兵看了一下就离开了 王腾脸住自己的呼吸 靠近了些 就听到了他们得意的笑声 哈哈哈哈 二少爷 你是没有看到 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蛇 不管前方是谁 只要没有反应过来就会被蛇群淹没 到时候我们又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少公家族的手下得意洋洋的对着他们的二少爷说道 另外一个家族的人也不甘示弱 虽然不知道里面的是哪个家族 但是他们都快要靠近目的地了 这样哪怕不能伤到他们 也能够拖延一阵子 你们确定蛇群不会朝着我们这里来 二少主有些皱眉 很是厌恶那蛇 二少爷放心吧 这附近我都撒了药粉 蛇群是不敢靠近的 双引号点双引号 听到这里 王腾就不打算听下去了 不过就是无差别攻击 只要他们远离少公家族就没有事情 看他们的方位 虽然也是去同一个目的地 但是他们的方位要远一些 需要绕过这蛇区才能达到 王腾加速往回去 他们已经知道了眼下的情况 这少公家族形势越来越是嚣张了 做事也越来越不磊落了 看来果然落寞了 公主不禁感慨 这样的无差别的攻击 换做是任何一个大家族都是看不上的 毕竟要是真有本事 都是各凭本事获取的 而不是偷奸耍滑的 公主想到这里 看了一下始作俑者 王腾一脸无辜的看着他们 你们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即使有我之前的事情 但那个顶多算是影子 这少公家族的人的心都是歪的 只是我的那件事去 那个刚好激发了他们而已 公主 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朝着目的地使去 既然这里已经这样了 就没有必要继续纠葛下去 好实好力 恩年又看了一下好 全速前往 于是一行人以最快的速度朝着目的地使去 一天的时间 他们就达到了目的地 目的地是一座悬崖峭壁 崖谷下身不见底 云层跌绕 不停有风从下方吹上来 我有些恐高 驱狗大概看了一下出息 李麻嘲笑着 严峻的看着下方 这里地势要比以往都要陡峭 他们虽然有地图 知道下方大概是个什么凶兽 但是九头蛇那地图都多少年前的了 谁知道其中还有没有变化 所以地图只是一个参考 面对的还是未知 公主 小心 不要靠近悬崖 这边有我们呢 赤兵拦着公主 不让公主上前 公主别嘴 看了一眼王腾 瞬间一笑 王腾 我想过去看看 你带我吧 手一伸 想拉住王腾的衣衫 王腾侧身一躲 正说道 公主 此处危险 还是听大家的 不要靠近 王腾说完 就朝着远处走去 远远的远离公主 开玩笑 若是被公主拉上 他这段时间都别想躲开 公主跺脚 撅嘴 有些不开心 这个王腾也太不实相了吧 难道是他的魅力降低了 王腾跟道无痕靠近崖边 道无痕朝下扔了一个巴掌大的石头 石头下去一点动静都没有 公子 下方估计要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深 道无痕感慨道 他们不清楚下方的情形 貌然下去就是找死 没关系 我们不急 该急的是他们 王腾抬头看了一下远处的几位长老 又是施法探测 又是拿出什么东西 搞得神神秘秘的 道无痕跟着笑了 也是 最着急的是他们 不是我们 不过公子 待会若是要下去 你可别冲在前方啊 第2854章阵营 道无痕可不放心王腾 按照王腾的性格 肯定是会下去的 但是下去也要分时间 不能第一个下去 放心 我没那么傻 有这么多冤大头在前面探路 还用我们做什么 王腾嘴角上扬 他可没打算亲自下去 虽然好奇突然 王腾侧身一转 严肃到 有一群人来这里了 王腾话音刚落 从森林里面就出现了几拨人 啊啊啊 终于出来了 我不想在森林里面继续绕了 鬼知道南边为什么会突然冒出那么多蛇 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的人干的 你是不知道我之前遇到的凶兽多么凶残 哎前面有人哎对啊 这些都是谁啊 怎么没有见过旁边悬崖那个 就是在机密镜之前跟梁家人打起来的那个 你这么一说 我想起来了 他们速度可真快啊 之前数日可是都没有碰到过 结果在这里碰到了 是不是说明这个地方有很大的宝藏啊 双引号点双引号 一群人叽叽喳喳 有吐槽的 有好奇的 还有不怀好意的看着他们的 公子 他们应该是散户 到无恒根据他们的话语判断了一下 队伍组织零散 隐隐能够分出几大阵营 说明他们是临时组建的 只要他们识相一些 估计就会相安无事 王腾拍了拍到无恒的肩膀 对于到无恒的乐观还是表明天真了 越是这种散户 为了钱财越是不要命 就要靠近 这里已经被我们占下 士兵怕这些人冲撞到公主 连忙将他们拦在外面 不过并没有爆出公主的名讳 闲散修炼的人最是多亡命之徒 就怕知道了是公主 会做出许多不理智的行为 哎 你这小子说的也太霸道了吧 什么叫被你们占了 是 你们是先来 但是秘境是大家的 这是公认的 都是各凭本事而来的 就是 要是都像你这般画地盘 还要我们来干嘛 看他们的穿着应该是哪个大家族的 我们不要惹到了 怕啥 秘境里面什么人都有 你还怕他们 双引号点双引号 人群开始争吵了起来 王滕悠然对着道无痕道 你看 只有是大家族的时候 那些个老头才会露面 现在这些老头又藏起来了 道无痕顺着王滕的视线望去 刚刚还在这里想怎么下去的 皇家长老的位置 此刻已经空无一人 道无痕有些惊奇道 公子 真的A 他们为什么不在人群中露面呀 他有些好奇 不知道其中的缘由 你想啊 在普通人眼中 是不是来的就是我们年轻的一代 没有长辈 也没有厉害的人 大家族虽然多 但是更多的人还是这些零散之人 为了避免麻烦 王滕给道无痕科普了一段时候 那边就开始吵闹了起来 林勇 让开吧 公主皱眉 带着人去往另外一处地方 刚刚那地方被那群人一下子就站住了 林勇有些不甘心地让开 走到公主面前 公主 干嘛给他们好脸色啊 哪怕是别人 他们这样的行为也太不尊重人了吧 公主一脸淡定地看着那人群 爷爷们都不敢轻举妄动 别暴露了身份 不跟他们过多计较 是因为他们这样的行为性格正好可以帮助我们探路 这群人最是利益至上 只要跟利益相关的事情 他们肯定会冲到前面 也正好 他们都先去探探悬崖底下有什么 他们也可以知道 王滕跟道无痕也来到了公主这边 公主挑眉 王滕 你不会是来劝我们的吧 我劝你们干什么 王滕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公主和他低士兵 公主笑着道 只要不是劝我们对那群人仁慈一点就好 公主还怕王滕觉得他们心狠手辣 不过看王滕这样子 也不像是要插手的样子 讲什么呢 都是成年人 自己做的决定得自己负责 王滕耸奸 对于那群人还有公主的行为 他表示不感兴趣 不管公主是要借刀杀人也好 都与他们无关 王滕他们去到了自己人的一边 李麻上前 一脸严肃地对王滕说 公子 刚刚我的人传来的消息 这群人不知道谁拿到了一份地图 说要带着大家一起发财 所以才会召集这么多人 李麻他们也是有自己的关系网 不过进入逆境之后都是分开行动的 刚好这次他们遇见了 李麻的人就将消息传递给了他们 有说是谁吗 起头的是谁 王滕看了那边的人群一眼 有些诧异 没有想到这么巧 李麻的人刚好遇到这些人 不过也是 李麻他就是干情报这块的 他的人当然要跟着人群走才安全 若 领头的人在前面 公子 有些不对劲 短短时间就召集了这么多人 而且还有地图 目的很明确 地图还不知道从何而来的 李麻神情有些严肃 这些事情太不对劲的 就有点好像是故意的 让这些人来故意试探一样 不知道 先看着 看看他们有什么后手 在我们眼皮子地下动手 总比在其他地方动手要好 王滕眼神瞬间冷淡 如果是阴谋的话 背后的人有什么目的 召集这么多人 不怕翻车吗 还是背后的阴谋就是需要这么多人 一时想不清楚 于是王滕便不想了 公主和王滕一行人坐在一边看着那群人操作 他们由原来的激动便为了惆怅 最后差点打起来 许可有地图 我们得听许可的 许可 你说 地图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走 有人见争论不休 就将矛头对向了拿着地图的许可 许可身材瘦小 在修炼界中 长相也不是传统的修炼者的长相 长相让人有些不舒服 尤其是眼神 但是他又爱笑 冲淡了那种怪异感 诸位 地图只是带我们来这里 表明按照我说啊 我们就应该下去寻找一番 大家都是修炼之人 怕什么 有人高声扩谈 很是看不起这些未缩不赶上前之人 第2855章二公子 有一个人提议之后 就会有其他人跟着附和 本就心不齐的人已经开始分成两波了 一波人决定下去试试 另外一波人观望 看着吧 决定下去的那波人会丧命 王腾看着这边吵闹的人群 对着道无恒敢凯道 都还不知道戒 公子 不过也挺好 这样我们也都知道 道无恒一脸冷漠地看着那群人 在他们决定要下去的时候 就已经相当于是死人了 走吧 先去试探一下 有人冷哼着嘲笑他们 率先飞身下去 看 他下去了 有人高呼 瞬间 悬崖的边界线上围观了数人 都想看看这第一个下去的人 会遭遇什么样的情况 不过很快 那人就被云层给挡住了 公子 看不清 倒无恒努力朝下看去 那人很快就消失在众人的面前 那群人看到这样的情况 都有些跃跃欲试 看 他都没啥事情 我们一起下去吧 说完 又有许多人陆陆续续跳了下去 同样的 也都消失在了他们的视线中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朝下跳去 跳下去之前还嘲讽了一波没有跳的人 不对劲 很不对劲 王腾皱眉的看着下方 摇头笃定道 我们已知下方有头龙 按照龙的性格 别人都在自己的地盘撒野了 龙不可能这么安静 这些凶兽都已经开启了神石 与常人无异 下方的情况可能比我们知道的更加严峻 只是不知道道无痕也跟着皱眉 现在的他们很是被动 不知道什么 若是实在不行 我下去看看 王腾一脸淡定 对于这样的情况 他们也是有预料过的 毕竟他们面对的是有意识的凶兽 说不定比有些人还要聪明的凶兽 不然怎么会集合那么多凶兽 抢夺人类的宝库 并躲进秘境之中的 肯定有凶兽出谋划策 只是时代太久远 他们都不知道领头的是谁 这次道无痕没有说什么 毕竟现实摆在面前 他们要是想知道静是什么情况 公子 我跟你一起下去 道无痕只能这么说 因为他知道劝不住王腾 他之前以为至少会有动静的 谁知道静都没有 很不正常 公主 公主那边也发现了人群的异常 看着月月御室的公主 士兵劝阻着公主 要是公主在这里出了什么事情 他们不好交代 别把我想得太弱了 我只是不常出手而已 公主有些不高兴 她实力也不错 现在搞得她跟珍稀动物一般 我们知道 可是公主 那么多人下去都没有动静 明显这边还在继续劝导公主 不要冲动 那边留守的一拨人扭头看向他们 喂 你们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他们都没有一点动静 通讯也传不过去 就是啊 王腾 你们要不要下去 双引号点双引号 一群没有多大主见的人 看着王腾他们一伙儿 现在就看他们的行动 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等 王腾简短吐露出自己的想法 有人就有些不理解 等 等什么 他们都没有动静 等着还能有动静了 有人语气有些冲 王腾并不理会此人 不管如何 心急没有任何用处 王腾冷漠地看了一眼那人 看着下方 企图用自己的神识去探寻下方的动静 但是在接触到那层云雾的时候 就感觉眼前一片模糊 什么都看不见 也听不见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隔断了他们 是两个世界一般 二公子 我们到了 咦 这里怎么这么多人 他们这么快 又一拨人来到这里 王腾一听声音很耳熟 转头望去 果然是少工家族那伙人 只是没有想到他们速度这么慢 怎么可能 我们都有地图 一路上也设置了陷阱 怎么他们还这么快 少工家族的人就有些不高兴到 看着他们 好像他们抢了他们的钱财一般 表情很臭 王腾只是看了一眼 就没有看那群人了 只要他们不招惹自己 自己不会动手的 赤兵也认出了少工家族一伙人 对着公主说道 公主 蛇群就是他们一伙人弄出来的 赤兵的声音不小 所以大家都能听到这话 零散的其他人也都受过蛇群的困扰 听到这话 瞬间被点燃了 原来是他们啊 简直可恶 居然弄出这样的小动作 不知道公平竞争吗 就是 怪不得少工家族落落了 都使用这样恶心的手段 可见其根是坏的 也不怪少工家族被王腾盗取宝库 要我说啊 王腾就是做了一件好事 就是 王腾 我决定你暂时是我的偶像 他们那群人说着说着 就开始挑事情了 毕竟王腾跟少工家族的事情 他们可是知道的 也不知道少工家族知道 王腾会有如何的反应 不过这里就差无奇先攻的人了 你们 道无痕一伙人听到那边的人这么直白的话语 顿时有些恼怒 这群人自己立意至上也就罢了 还专门挑事 真是看着厌烦 你就是王腾 那位被称为二公子的人 看到道无痕他们的反应 就知道王腾是谁了 眼神阴冷 带着狠意 杀气腾腾地上下打量着王腾 王腾也没有想到自己掉马这么快 还以为没有那么快跟少工家族的人对上 没有想到就被那群看热闹不嫌失大的人给挑明了 没错 既然如此 并来降党水来土眼 王腾并没有丝毫的畏惧 第2856章赶路 就你 少工灵上下打量着王腾 一脸比移 他看到王腾的时候是有些失望的 毕竟王腾看起来完全不像是能打败他们少工家的长老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将他们少工家的少爷长老都杀死了 还盗取了他们家的宝库 公主 看王腾的样子并不像打不过 我们先观察一番 公主想上前 被士兵给拦住了 他们在观望少工家族跟王腾 若是王腾打不过他们再出手 若是王腾能打过 虽然才跟王腾他们相处几天 但是也能看出王腾并不是那种寻求别人帮助之人 公主犹豫了一下 就没有坚持 毕竟有他们在旁边 若是王腾吃亏 他们能第一时间出手 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看到到无痕他们没有动静 按照那群人那么维护王腾 要是王腾没有把握他们肯定会动的 王腾挑眉 没有过多的解释 只是看着少工灵 他觉得少工灵看自己的眼神有些复杂 二公子 私人恩怨先放一边 现在正是要紧 少工灵准备动的时候 被手下给拉住了 少工灵有些不甘心地朝着王腾那边看了一眼 冷哼着 然后转头不再看王腾等人 少工家族什么情况 怎么看到王腾都不动手呢 之前挑事的人还以为能够看到决斗的场面 结果没有想到少工家族居然就这么不动 就这么忍气吞声 他们也是为了的作风 有人点出了少工家族的想法 大家都不意外 毕竟他们都是为了宝藏而来 王腾你给我记住 我们现在是有事情才不找你麻烦 等事情解决了 我们少工家族一定会找你的 少工灵走了几步也听到了外界的评论 顿时面子上过不去 于是对着王腾放狠话 眼神凶狠 奉陪到底 王腾猛但回应着 既然暂时少工家族不动手 那么他也乐得自在 王腾冷漠地披了一眼之前挑事之人 眼神晦暗 这些人有些不对劲 被王腾看了一眼的人 顿时感觉自己被什么给盯上了后被发凉 他们悄悄躲在人群中 才松了一口气 二公子已经下去了一波人 但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怎么办 少工家族的人询问着少工灵 少工灵望着身不见底的崖底 以及旁边众人都没所行动 千等等 既然是没有动静 他们就去看看 片刻中过去 二公子 下去看看吧 有人劝着少工灵 少工灵犹豫了一下 下定决定道 下去 时刻注意周围的动静 一声令下 少工家族和旁边的家族一起下去 很快就消失在众人的眼前 那些灵散之人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一咬牙 也跟着下去了 之前喧闹的悬崖边瞬间安静了下来 公主走到王腾的身边询问道 王腾 我们什么时候下去 王腾看着下方 刚刚下去那么多人 阵仗那么大 依然没有动静 王腾冷静道 下去吧 在上面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赞同 王腾话音刚落 恩年爽朗笑道 他们几位长老就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恩年有些不好意思地对着王腾说 我们打算布置结界 王腾 你跟这位小兄弟愿不愿意帮忙 毕竟这么多人 精力耗费也挺大的 坎西看不得恩年这般小心翼翼 冷声说道 不只是帮我们的人 他们俩单独做结界维持也够呛 他们都已经商量好了 然决定拉着王腾他们回去 那么也不会将王腾他们落下 他们当初可看得清清楚楚 王腾和道无痕可是面对梁家的几位长老而不处的 没问题 对于他们的想法 王腾并未反对 之前想的是让林峰他们进入轮回真界 但既然几位长老已经安排好了 那么他就顺水推舟 也省些力气 说干就干 王家的几位长老双手一抬 一道无形的结界升起 王腾和道无痕也不废话 直接加入 将他们一行人裹住 恩眠高和一声 走 他们朝着悬崖下方而去 穿过层层云雾 仿若身不见底一般 他们不停下坠着 曲狗拉着李马有些色缩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的声音带着颤抖 下坠产生呼啸的风擦着结界而过 声音更加喧嚣 让人更加没底 怕啥 有公子还有公主他们在 再说了 你修为不是可以吗 这么胆小 李马嘲笑许狗 转移他的注意力 这边的动静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毕竟他们一直下坠 都一刻中了还不见底 他们心里也有些担忧 不过没说出来 公主别担心 有几位长老在 没事的 赤兵安抚着公主 公主皱眉看着飞速掠过的山壁 没有说话 公子 我感觉快到了 道无痕撑着结界 眼中有些欣喜 王腾点头 打起精神 马上这身不见底的牙底 就要出现在他们面前了 他们就会知道 为什么那么多人 下去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你们有没有觉得 突然好热 临风扇了一下风 有些疑惑道 诶 你这么一说 我也感觉有些热诶 古剑仙宗弟子点了点头 彼此分享着感受 好热啊 公主那边也有了感觉 公主额间开始冒汗 士兵不停给公主扇风 企图降低温度 公主询问着恩年他们 恩年爷爷 究竟怎么回事呀 怎么突然这么热了 他仔细想了想 也只有火山才会产生 这样的温度 但是他们还没有到底 公主 待会儿小心 恩年不敢笃定 只是嘱咐公主待会儿注意 公主点头 凑到王腾的身边 好奇询问王腾 王腾 你不热吗 第2857章危险 不热 公主你还是去后眠这边危险 王腾冷淡说到 公主别别嘴 见大家都在干各自的事情 就离开了 没有添乱 大家小心 道无痕大声吼道 下方俨然是一处火山岩 还在往外喷射液体 浓烈的热浪不停袭来 温度感觉很高 还真是火山 怪不得这么热 大家看 之前下来的人在另外一边 人少了一半 估计有人直接掉进火山口了吧 他们叽叽喳喳说着 精力不足 是会直接掉进火山里面 无处可逃 只有最里面的边缘有容身之处外 其他地方无处下脚 按照他们下坠的速度 可见这处悬崖有多高 怪不得声音传不到上方 王腾 我们往另外一处 恩年眼睛微眯 严肃道 好 王腾也不过多废话 双手一推 他们远离了火山口 结界一收 众人朝着远处飞去 落脚 等接触到地面 王腾才知道 为什么恩年要他们去另外一个地方了 原来少工家族的长老们也出现 正死死盯着王腾 王腾定睛一看 过祸 还有老熟人呢 王腾并没有太在意 毕竟在这处地方 施展不开 也没有脑残去挑衅别人 一看少工家族没有所行动 就能够猜测出他们此刻并没有什么办法 少工灵看见王腾直接翻了个白眼 转身恭敬询问 看了一下 王腾一行人下来了 长老们还有什么需要做的吗 当时他们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是下来看见这一幕 还是有些被震惊到了 他们并没有见过容颜范围如此大的地方 加之他们下来的时候 之前的几批人有人幸运地躲开了 有人半躲开在苦苦支撑着 他们准备去搜寻周围的时候 长老们下来 告知他们先别轻举妄动 等王腾一行人下来看他们的反应 二公子 王腾这人不简单 我们不能小瞧 其中一位长老跟王腾过过招 数年过去了 王腾的境界指高不低 能让少工其闭关数年不出 可见王腾对他的影响多大 见少工灵对王腾不以为然 那名长者叹息一声 这王腾是有些本事 但是我们少工家族也没有必要一直忌惮吧 看无极先公 只要一四王腾的都不放过 为何我们少工家族隐隐有放弃的趋势 少工灵压低自己的声音质问者 也以为他不清楚 少工家族对王腾的态度很是复杂 除了前几年一直追杀王腾外 后面几乎隐隐有放弃的趋势 面对王腾完全不肆无及先公那般积极 他就不理解这王腾有这么厉害吗 都杀了他三弟 还有几位长老嚣张到取宝库 他父亲究竟在想什么 放过王腾暗喻中其他人如何看待他们 二公子族长有自己的考究 这王腾我们对付就够了 您别动手 其他长老深知少工灵的性格 不停劝阻着少工灵 少工灵虽然是年轻一代的翘楚 但是拿到王腾面前去还是不够看 他们可不是像无极先公那样低估王腾 少工家族的动静虽然小 但是蛮不过王腾 王腾听见他们的对话之后也有些好奇 按理说 少工家族那牙字必报的性格 居然会放过自己 肯定还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然少工家族不会如此 只是他不清楚后续少工家族发生了什么 既然作为少工家族的二公子都不清楚原因 想必其他人也不清楚吧 讲到这里 王腾便不再纠结于此 恩年也听到了少工家族那边的动静 不过作为当事人的王腾没什么动静 他们也就跟着不在意 左右有他们几个老家伙在旁边 少工家族动手还是会考虑后果的 坎西朝着火山熔岩打了几掌 火花四箭 声势浩荡 这熔江有什么好探寻地 真是不理解 那么高的温度 全见出来了 就是 这温度可不是开玩笑的 多少人死在里面被活活烫死 尸骨未存 这些大家族就是不顾别人死活 对啊 说好的是年轻人的冒险 怎么这么多老者 别说了 在秘境中死了就是死了 小声点 万一别人不高兴 你能活着出去吗 就是 没看到刚刚老五去质问少工家族 直接被踹飞 差点进岩浆里面吗 说话的是那群零散修士 他们直接只剩一半人 还有的痛苦的在一旁捂着自己的伤口 其他人的状态也没多好 他们虽然很想质问这些大家族 但是在秘境中 活命都难 还想去质问他们 他们的声音并不小 少工家族的人听了想上前去理论被长老们拦住了 王滕他们这边是纯粹不想讲话 凯西看似是在乱批 但是能从中看出一些规律 公子 你说里面真的有东西吗 怎么这么久了 还是没有动静 道无痕凑到王滕身边 看着凯西操作 不解问道 不过这门也没有别的地方躲 全崖底下就他们几拨人站的位置外 根本没有别的地方下脚 里面温度还高 凯西还不停搅鼓着岩浆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错觉 感觉温度更高了 不清楚 先看着 若是有东西 这么大的动静肯定会惊扰的 王滕无味道 正如他所说 有凯西他们在前面顶着呢 咕噜咕噜 有动静了 经过凯西的一通操作过后 岩浆里面开始不停咕噜直冒泡泡 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这点动静 既期待又兴奋 他们本是为了寻宝而来 不过眼下的场景根本就没有宝物 只盼望里面那凶兽温和一些 他们好活命 谁 穷厚的声音从岩浆里面穿来 带着被惊扰的愤怒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 看着岩浆里面会冒出什么东西 居然无据如此高温 哗啦 第2858章巨龙 一头金灿的巨龙从龙江里面冒出 飞溅的龙江叶随之四溅 王腾立马升起一道结界 将这些液体阻拦在外 其他人也随即反应过来 学着王腾的动作保护自己 反应慢的人 身上被火烫的液体立即烫伤 发出惨叫声 此时所有人都顾及不了旁人 众人神色各异 有兴奋的 有激动的 有忌惮的 还有看不清神色的 哦 人类 还这么多人 龙江对巨龙一点影响都没有 巨龙避命看着岸边的人 满眼的不悦 你们这群人类 来这里干嘛 巨龙虽然满眼的不耐烦 但是对人类的厌恶没有太明显 至少愿意讲话 尊龙先生 我们误入此地 不知道出去的法子 您看 恩年和和气气地询问着巨龙 巨龙被恩年的态度和尊称梦的身心愉悦 我想知道 此处上方是悬崖峭壁 你们是如何误入此地的 巨龙语气温和 但是询问的话语确实犀利 他虽然太久未跟人接触 但是也是知道这里是秘境 出现人类意味着什么 只是他并没有拆穿这群人类的想法 毕竟也挺好玩的不是吗 看看躲在人群中有人害怕浑身颤抖的样子就有趣 恩年愣了一下 毕竟从开始巨龙的态度跟其他凶兽不同 但是此刻他也明白了 毕竟是开启了神志的凶兽 说不定比人类还狡猾 巨龙庞大的身躯盘缓在戎江中 粗大的鼻子喘着粗气 眼神瞬间变得凌厉 环视着人群 但凡有什么轻举妄动的 他能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尊龙先生英明 逆境开启 我们这群老家伙是来护送年轻一代进来历练的 只是恩年语气有些不好意思 王腾听的有些想笑 看来人均演戏家啊 没想到恩年这么一本正经之人演戏起来也不含糊 只是刚穿过森林 没有留意此处悬崖 就有人掉落 一点消息都没有 所以我们才误入此地 在此惊动了尊龙先生 是我们的不是 恩年一脸公顺说道 其他人都没有反驳恩年的说法 毕竟他们此刻都是一条神上之人 先探探这具龙的底细 至于他们之间的其他恩怨等能活着出去再说 哦 是吗 巨龙语气散漫 顿时眼神一举 您望着坎西 冷哼着 你们人类惯是狡猾之辈 你们误入此处 会使用召唤术召唤我出来 空气瞬间凝固了 之前巨龙的态度温和 其余人就放松了警惕 谁知什么都瞒不过巨龙 既然来了就别走了 巨龙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他已经无聊了数年 其他的凶兽见着自己就躲 所以巨龙也不太爱出去 就在岩浆里面沉睡 不知过来多久 有人累来给自己解闷 这无趣的日子也有了些去 我们 我们不好吃 有胆小的散修之人被巨龙的表情给恐吓到了 连忙说道 想巨龙打消念头 闭嘴 巨龙还未说话 他就被旁边之人给喝止住了 然后周围之人远离了他 这一变化在巨龙眼中呈现 更加讽刺 哈哈哈哈 人类不管过了多年 这列根还是如此 既然你们都放弃了他 那么他就当开胃小菜吧 巨龙兴奋大笑 嘴巴大张 刚刚胆小之人瞬间被吸至空中 众人眼睛一眨 那人就消失了 巨龙咀嚼一番 做出评价 修为太低 肉质一般 说完 视线一扫 眼睛瞬间放光 这姑娘细皮嫩肉的 一看就娇生惯养 这肉质肯定嫩滑 巨龙的视线对着公主 眼神中露出了势在必得 蠢龙 居然敢觊于我们家公主 不知所谓 公主还未说话 士兵就开始恼怒大吼起来 王腾见此场景 不由摇头 士兵太忠心性格太硬也不好 若是巨龙刚开始对公主的兴趣只有五分 那么被这士兵倒破身份 那么巨龙的兴趣就会增至十分 公主那边的人也瞬间明白 看那士兵的眼神如同看死人一般 这拖后腿的家伙 原来是公主殿下啊 这尊贵的身份才更加适合我 巨龙此刻的眼中全是公主 公主美丽的面容也有了一些扭曲 被一头凶兽平头论足 说好吃也就算了 偏偏还这凶兽还不好对付 巨龙用同样的法子 准备将公主吸至嘴边 咦 巨龙本来是在必得 但是没有想到这次没有上次那般顺利 面对巨龙的挑衅 长老们开始动手了 数到暗影之力朝着巨龙击射而去 巨龙衣食不察 身子被集中了 不过这些暗影之力在他看来 如同挠痒痒一般 对他造不成什么伤害 吼 许久没有被这么挑衅的巨龙 瞬间被激怒了 尾巴一甩 滚烫的岩浆剧烈晃动 朝左岸边甩去 嗯呢 这头龙能在岩浆中没有什么影响 说明他的皮质紧厚 估计跟盔甲一般 我们得看看他的弱点 坎西一脸严肃到 也没有心思跟恩免对吵 巨龙也听到了坎西的话语 一脸嘲讽 凭你们也想打败我 做梦 说完 巨龙直接朝着人群喷出一团巨火 啊啊啊 宰羞的人群中发出痛苦的惨叫声 他们力了结界 但是阻挡不了巨龙的火球 被活生生烧起来了 快快救人 人群立马慌乱了起来 救人的救人 打巨龙的打巨龙 毫无章法 公子 道无痕指了指眼睛 王腾就明白道无痕的意图 点头 现在的巨龙是无差别攻击 他们不攻击巨龙 巨龙就会攻击他们 与其坐以待毙 还不如主动出击 王腾和道无痕立马升至空中 王腾朝着巨龙的眼睛袭去 道无痕朝着巨龙的七寸打去 两人默契出手 巨龙立马感觉到了危机感 挡住了王腾的攻击 七寸被击中 不过他的皮厚 虽然有些影响 但是影响没有太大 吼 巨龙被彻底激怒 他眼睛微眯 喘着气 鼓虚不停颤抖 公子 闪开 道无痕察觉到不对劲 朝着王腾大喊 第2859章 龙林 在巨龙产生反应之时 王腾就已经察觉到了什么 闪身躲过巨龙的攻击 剑没有攻击到王腾 巨龙更加生气 身子跟着颤抖 浑身金色更加耀眼 巨龙瞳孔缩成针尖 身子突然一抖 竖道龙林飞速朝着人群飞去 漫天的龙林带着凌厉的气势 划破一切一般 轻松将恩年他们所设的结界给划破 恩年他们立马反应过来 立马抵挡巨龙的龙林 巨龙的主要攻击对象在王腾身上 漫天的龙林集中朝着王腾射去 恩年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 见王腾居然没有动 焦急喊道 王腾 快躲开 这龙林很锋利 在恩年看来 王腾没有躲避 是已经被吓到不敢动了 想唤醒王腾 让他赶紧躲开 王腾 快躲开 公主听到恩年的声音 朝着王腾看去 结果王腾居然一脸淡定立在空中 一动不动 在他们看来 王腾仿佛已经放弃了一般 道无痕一行人并没有着急 他们知道王腾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王腾不慌不忙使出了第八重不灭金身 他已经许久没有使出这招 也正好看看是他的不灭金身厉害 还是巨龙的龙林厉害 巨龙得意的看着明显已经被吓猛的王腾 跟他作对 让这群人类知道 自己不是那么好惹的 巨龙已经准备好听王腾的惨叫声了 结果瞪大眼睛 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王腾 同时其他人有些捂住自己的眼睛 不敢看这一幕 第一 清脆的声音响起 并没有惨叫声 捂住眼睛的人睁开眼睛 结果看到的是毫发无伤的王腾 什么 怎么可能 那龙林分明能破开结界 结果打在王腾的身上 王腾一点伤害都没有 开玩笑的吧 双引号点双引号 人群中传来震惊的声音 还有疑惑 少公灵神情严肃 语气民众询问着长老们 你们都知道 长老们悲壮点头 他们跟王腾过过招 所以知道王腾似乎有金刚不坏之身 组长之前讲过王腾会这招 只是他们拿不下王腾 那么这招在王腾的身上就是无敌的 只是他们也不知道这招威力如此之大 刀枪不入不说 其他招式也都奈何不了 少公灵眼中的偏执少了一些 本来就不是王腾的对手 加上王腾还有逆天的技能 还有轮回真戒 他找王腾寻仇 简直就是找死 怪不得少公家族最近都没有特别热衷对付王腾了 其他人的震惊不比少公家族少 王腾仅用一招就震住了所有人 除了王腾一行人他们对于王腾的一些招数都清楚 不过许狗和李麻还是处于震惊中震惊过后满是惊喜与崇拜 王腾一脸淡定地拿着一片龙鳞翻转着就有波光闪烁 锋利无比 王腾知道若不是他有不灭今生 想必此时早就已经被龙鳞刺成筛子 你你究竟是什么怪物居然不受我龙鳞的影响 巨龙震惊地看着王腾要知道他的龙鳞可是能消穿任何东西都击中了王腾 却如同刺中坚硬的金属一般 他不甘心地对着王腾吐出一团聚火想将王腾烧伤 王腾依然未动迎面对上聚火聚火靠近王腾瞬间熄灭 王腾嘴角上扬还有吗没有招式的话是不是该换我了 话音当落王腾双手使劲右手附在左手上用力一推裹挟着先立与暗影之力的巨长朝着巨龙击去 巨龙察觉到了危险一脸不甘心地躲进岩浆里面 巨长拍在岩浆上面瞬间火花四溅岩浆更加沸腾 等于拨过去之后牙底一片寂静驱狗看了看周围 有些疑惑到那头龙是躲进去了吗 看来是的被我们王兄给吓到了 公子厉害啊王腾的人欢呼着 其他人也都跟着回过神来 恩年立马去到王腾的身边 仔细看了看王腾的身子 肯定道没有受伤你是怎么做到的 对于王腾这招他们也很好奇 若是这个功法能普及 他们也都是无敌的存在了 有人眼含激动地看着王腾 贪婪的眼中充满着无限遐想 绝学不外传 王腾对于那些视线都不陌生 这样的视线他经常面对 所以直接回了一句打消那些人的念头 也对对了这头龙怎么解决 恩年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结过多 看着脚下的岩浆 这次巨龙躲进去 再想让他出来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加上他们已经在悬崖底下 下来容易上去就不一样了 而且他们还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宝藏 只有这头龙之小 所以不管是要出去 还是要宝藏 都要让这巨龙说出来 可是这巨龙已经躲进岩浆里面 他们也进不去岩浆 所以这个局面有些棘手 王藏耸肩 不知道 谁知道这头蠢龙胆子那么小 我才用几成功力他就躲起来了 王藏一脸无辜 谁知道这龙打不过居然就躲起来了 一点都没有龙的霸气 算了 王藏 你先去休息 大家先休整一番 受伤的赶紧将伤口处理了 恩年温和对着所有人说道 这龙暂时不会出来 我们得想个解决的办法 恩年说完跟着王藤回到队伍当中 其他人听到恩年的话语都开始动起来了 此刻就只有他们 要想活命必须团结起来 王藤可没有管其他人如何 他沉思的看着滚烫的岩浆 公子在想什么 倒无狠走到王藤的旁边 询问着 王藤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你说 我要是用不灭金身可以进入岩浆里面吗 你看啊 之前那头龙喷射的火团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 有没有可能这岩浆跟他息息相关 王藤从巨龙出现就一直有这个想法了 会不会这岩浆就是这龙弄出来的 我明白公子的意思 不过光是这头龙 弄出这么大的龙将有些困难到无痕没有说完 王藤眼睛一亮 我跟你一样的想法 所以我才想试试 第2860章进入岩浆 倒无横看着有些跃跃欲试的王藤 叹息了一下 公子不灭金身真的可以吗 巨龙的火团跟岩浆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万一出事了 进入岩浆就晚了 王藤仰头 笑道 这些我都想过 先去试探一番 如果真的不行 我会使用结界的 倒无横看着滚烫的岩浆 思索一番 公子要不先让李麻试试 他水泄到无横于光偏了一眼人群 突然想起什么 兴奋的看着王藤 王藤想了一下 觉得可以一试 王藤对着李麻招招手 李麻面对突如其来的到无横和王藤期待的眼神 他内心有些压力 来到王藤的身边 李麻摸不准他们想要做什么事情 公子 有什么事情吗 王藤将自己的想法跟李麻描述了一番 李麻当即点头 我不敢保证 但是可以试试 说干就干 王藤侧伸手一挥 就带起一道岩浆 李麻立马用自己的水系进行操作 这岩浆暴露在空气中温度也没有消失 见状 王藤醋眉 这跟普通的岩浆有些不同 李麻左手不停给右手输送能量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李麻额头开始冒出些微的汗 哭 行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李麻收回有些酸软的手臂 筋疲力竭的说着 这岩浆不是一般能扑灭的 我几乎耗尽了所有的能量才能解决这么一点岩浆 公子 想要进入不受伤害 够呛 李麻神情民众摇头 如果王藤之前说的方法可行 那么就简单了 可是事实往往并没有他们想的那般乐观 王藤他们的操作没有瞒过其他人 他们都有些期待的看着李麻的操作 结果等待了许久结果不如意 完了 我们不会要死在这里吧 不过身边的人突然死去内心还是有些伤感的 对啊 连王藤他们都解决不了 我们更别说了 水系不行 怎么办 双引号点双引号 宰修那边人心已经开始浮动了 见到此景 不免有些悲观 长老们 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宰修的氛围已经蔓延至周围 许多人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些影响 少公民一脸严肃的看着长老们 眼中有些期待长老们有解决的办法 其中一位长老捋着自己的胡须感叹道 书中曾经记载过 此龙刀枪不入 喷出的火团经久不散 当时人们拿它没有办法 我一直以为只是书中记载 没有想到居然让我们碰上了长老的话一处 周围瞬间安静了 根据书中的描述 当时的人们都奈何不了这头巨龙 更别说他们了 哭丧着脸的人越来越多 现场的氛围越来越凝重 少公民也有些绝望了 再次确认询问着 真的没有解决的办法吗 或者我们赶紧出去 此刻他们都不想在悬崖底下待着 寻不到宝藏不说 还折进去那么多人 还对付不了这巨龙 怎么打都打不过 够呛 上去有结界挡着 下来容易 想出去只能通过巨龙寻找办法 长老们也是一脸绝望 他们也没有想到勿来冒险的 怎么办 这些长老都没有办法 我们还能活着出去吗 双引号点双引号 哭丧的氛围并没有影响到王腾一行人 林峰跟古剑先宗的弟子一脸淡定 毕竟他们可是有逆天的王腾 哪怕出不去 他们也可以进入轮回真戒中 所以完全没有什么可沮丧的 王腾他们又对着岩浆折腾了一阵子 都没有将巨龙弄出来 想来巨龙已经躲起来了 他们进不去 所以里面是最安全的 我还是得去试试 这巨龙完全不出来 王腾宁眉 岩浆的热气不停往外冒 弄得人有些烦躁 到无痕之道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对着王腾说道 那公子 我在你的结界外面再加一层结界 你使用不灭金身 如果坚持不住的话 赶紧出来 王腾点头 脚尖一点 整个人朝着岩浆跳去 道无痕立马追加结界到王腾的周围 只是结界刚接触岩浆瞬间消散 道无痕脸色一变 紧张地看着王腾那边的动静 王腾对于这样的变化 丝毫没有感到意外 不过他现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岩浆上面 越是靠近岩浆 温度越高 热浪直接扑面袭来 王腾使出八重不灭金身 在接触到岩浆的那一刻 王腾挑眉 眼眸一亮 他没有察觉到什么异样 也没有疼痛感 看来不灭金身能抵挡住岩浆 岸边的人都摒弃看着王腾 生怕王腾直接给岩浆吞没 王腾没有精力去管别人如何 虽然看到了一丝希望 但是王腾也并没有松懈 哪怕过了岩浆这关 也不知道瞬间王腾便消失在大家的面前 所有人都不自觉紧张地靠在岸边 他们不知道王腾究竟有没有事情 毕竟刚刚看王腾并不像是痛苦的样子 恩年爷爷 他不会有事吧 公主很是担忧 恩年摇头 叹息道 对于这种事情我也是第一次遇见 现在能做的只能等 相信王腾 之前还有些淡定的林峰等人有些不淡定了 不过他们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一脸担忧地靠近道无痕 没事 道无痕安抚着他们 现在只能祈祷王腾能快速出来 远离这危险的地方 还不知道大家都算了吧 先保存体力 再等等 少公灵朗生说道 虽然想杀了王腾 但是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离开这里 劝着大家远离滚烫的岩浆 进行修整等待着王腾的消息 他们此刻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等待 他们靠着山地休息 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岩浆 期盼着熟悉的身影能冲出来 等待的日子是煎熬的 是痛苦的 然而另一边的王腾确实轻松的 虽然刚开始进入岩浆的时候 温度有些适应不了 但是他不停加固着结界 岩浆对他也没有多大的伤害 但那热气熏入大脑 王腾的神智已经开始有些模糊 道不可选 Tsch